我现在在日本东京的银座 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早 早上的8点10分 所以这边的店基本上都没怎么开 所以我决定去这个驻地市场的外厂 去吃一些早餐 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呢 有幸见到了这个驻地市场的内厂 现在它的内厂就是它的海鲜交易的区域 已经全部搬到了丰州市场 那这次呢就是体验一下外厂的一些美食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那相比较银座呢 驻地市场每天早上开业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 因为最好的食材 最新鲜的食材总是在早上面供应 我选了一家这个评价特别好的 叫寿司青 然后他们10点钟开门 在这里面大概还要再等一个小时这样子 他们这边的厨师就是在你面前先做给你 然后做完了直接就摆在你面前的这个盘子上面 我点了一份这个叫酱的熟寺拼盘 然后还点了一杯这个美酒 所有的这个食材就摆在你面前的这个吧台里面 都是他们在做的时候都直接从这里面取 然后已经都已经是准备好的原料了 非常整齐摆放在这里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的种类 不过看着还是蛮新鲜的 虽然这个酱油里面没有芥末 不过在厨师在做这个寿司的时候 已经在米饭里面放上了这个芥末 所以在吃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芥末的味道了 从刚刚那家店吃完出来了 然后一共吃了是3410日元 一共是和人民币220左右 我觉得还是比较实惠的 因为能吃到比较新鲜的食材 同时服务也非常不错 就是它的那个梅子酒有点后劲有点足 感觉出来吹吹风有点晕了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